哈喽大家好我是阿秋 今天的vlog就是让粉丝决定我的意见 然后我之前已经在微博里面 征集了很多很多的意见 我发现大家真的太有创意了 我特地选了几个作为今天的任务 去熊猫基地和熊猫说四川话 采尔还有吃火锅 作为一个四川人 我真的惭愧还没有去过熊猫基地 然后还要给熊猫说四川话 听说熊猫听得懂四川话 我当然非常好奇 然后还会去采尔 好像大家作为外地人 好像特别好奇这个项果 当然我是非常喜欢采尔的 因为我和福提吧 平时都会自己在家里面 家头 自己在家里面采尔吧 好那我现在就要去找我的小伙伴呢 开新的ETM 大家期待吧 人三项组已经会合了 现在准备出发去熊猫基地 今天天气特别好 我今天看起来我家里什么新鲜 这么近 今天都没有去过 惭愧 还好用大家给我评论去 这个地方让我没有过去感受一下 我们的呼喽 现在我已经到了 宝鸡打的 真的很近 但没想到今天行星期一就过了 然后还转转一球的感受到 才逞着 好 好吧 那我们现在就进去了吧 希望大家如果要来 索猫基地玩的话 一定要在网上先订阅购票 然后一定要把身份证带好 就是那 呃 在工作呢 你别人听我钱吧 这是一个字幕啊 都是熊门 哈哈哈哈 我也是熊门 我这是熊门的 啊 十多分钟都没有看到一只熊猫 有了一只熊门 有了一只熊门 哈哈哈哈 有了一只熊门 有了一只熊门 我是熊门 我们是熊门 啊 终于找到了 熊门的熊门了 还是有两只熊门的熊门 我现在要喊一只熊门 我现在要喊一只熊门 是熊门 是熊门 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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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今天准备吃的火锅打开米红糖 我今天要给大家一个人用就是四川的火锅 其实只有三个佐料就是前面加的 一个是蒜蓉 我又想起那个黑蒜大挑战 不要叫大挑战吃黑蒜的 其实我很喜欢吃蒜的 然后葱花算不算多少 然后还有是香菜 对只有这三种就行了 然后其他的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都不需要 这个就是郑松的四川火锅 这就是蒜蓉 我们可以捏一个豆花 哦不不这个 咱有了 咱有咱不在 已经听不到你说话已经频率了 吃的了吃的火了 谢谢我的粉丝给我安排这么好的一个挑战 我现在非常的幸福吃火锅 看着汉子吃的火锅 能够吃"? 看着汉子吃 好的 你的菜 today 这个 kabo 看 conducted 放耳朵吧 我觉得那是菜尔好了 对 第一个 我吃东了 是 外面 快 看一下熊蝶 熊蝶菜吃 吃东了 现在就过去了 叶叶咧 在家空窝去了 那就是 这段时间我们下面就去了 我们去菜尔吧 我现在要进行最舒服的一个挑战 就是菜尔 60块钱 来吧 哎哟 坐下去的时候我已经全身了 似乎软 哦 你现在是在家里的 菜尔 你 什么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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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手里面已经拿着矿泉水 真好与这两个环卫姐姐 我准备去给他们说辛苦了 对吧矿泉水送到他们的手里面 走吧 我都有一点不好意思啊 因为平时我其实还是不好意思 有点害羞 还是感谢我的混音 让我有机会表达 这些对城市有贡献的人 是我的经历 还是有一点暖心 而且有一点感动的自己饱寒泪水的感觉 真的有一点心里又很暖很暖啊 大家的评论我最近一条每一条都有看 然后大家给我设置的这个挑战 很让我很开心的 因为最近我一直在忙碌工作 很久没有像今天这么开心的吃喝玩乐 所以我很谢谢大家 让我这么有意义的遇见 这么轻松愉快的完成 谢谢大家 那么我们下期的Vlog再见 拜拜